古巴有一名堪称铁人的奇人 他最为人知的壮举 就是用大大的铁锤 猛力的敲打自己的拳头 手腕等等部位 让围观的路人看围观止 这名32岁的铁人说 他出生的时候因为旗带绕井 从鬼门关里兜了一圈 活过来之后他变得力大无穷 他曾经渴望成为下一名拳王迈克泰森 于是透过锤子敲击的训练 来达成信愿 曾瓦森说 这样的训练确实让他变得更强 但他却在最后一次比赛的时候 打碎了对手的头骨 导致对手当场死亡 让他很难过 于是他把比赛赢得的百万美元奖金 全部捐给了死者家属 当作弥补 自此之后他就再也不打拳了 就算有人出高架 让他再次站在擂台上 他还是拒绝了 如今只想向人们耍两手铁手功夫 让人看得尽信 他就心满意足了 我们在能力安装 合作人们 谢谢观看